朋友你听说过信托吗 信托啊在这个亿万级的大佬圈里 是最常见的一个投资理财方式 真的是个神奇的存在 莫多克他用了信托 成功的把这钱都过给他子女们 让咱们邓文迪邓姐 几乎算是分文为德 贾跃亭也是用了信托 就奇迹般的摆脱了20亿美金的负债 这次比尔盖茨不是离婚吗 他那基金会 其实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也是因为那个钱 都放到了一个叫做信托的东西里边 你说这信托啊也真神奇 咱们耳闻甚多却知之甚少 他看营销号里就感觉信托 就是洗钱避税 感觉不管从哪来的钱 放弃信托他就安全了 是这么回事吗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信托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干什么用的 看看你我能不能也能派上一些用场 咱们先从一个故事说起啊 想当年罗马教皇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那么多士兵 你想他们出去打仗 要么几年 要么十几年啊 生死那步 所以他们走之前 就拜托家里留守的兄弟 比如说老王 帮他们照顾子女家产妻儿等等 打仗回来就发现 老王怎么把我妻子 我家产全都给霸占了 你说这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所以之后就有了立法 来保护这种契约关系 我如果委托老王 这个事是被法律保护的 老王你不准碰我妻子 老王你也不准碰我的家产 这个其实就是信托的起源 信托信托 言而有信 受人所托 所以我们说信托里头 最重要的三个角色 话重点就是委托人 受托人和受益人 别听晕会了 咱来说说怎么回事 说白了 其实就是这三方 建立起来了一个游戏规则 委托人 比如说我 因为某种原因 这个财产我要交给受托人 来帮我去保管 最后的收益 是要分给受益人的 所以像刚才 士兵出去打仗的例子里头 士兵就是委托人 他把妻儿老小托付给了老王 老王这边就是受托人 妻儿老小就是受益人 一旦我罗马士兵 我把这个钱放到信托里 那这个钱就再不属于我了 老王他负责来帮着打理 这钱也不属于老王 也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受益人 就是我的妻儿子女 他就是一个信托 一个单独的个体 所以信托一般 他有这么一个特点 他是不可撤销的 换句话说 我今天一个罗马士兵 我把这钱放进去 我说老王你来帮我管 这事就这么定了 之后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这钱你们谁也拿不走 我也拿不走 我也撤不回来 好 现在怎么回事 咱大概知道了 但是可能还是一头雾水 也满脸问号 没事 咱们来通过一些大佬的例子 看看这信托到底都是怎么用的 有什么神奇之处 信托里头最广泛的一个应用 就是遗产管理 就比如说香港的一代歌后梅艳芳 他当时查出来自己有癌症之后 他就说 我没有办法再照顾我年迈的母亲了 所以他当时就想把自己遗产 都留给他母亲 但是他母亲是一个特别爱赌博的人 那你想他拿着了那一亿的资产 屁股两三天的书邦 他不就老无所医了吗 所以当时梅艳芳就找到了HSBC 建了一个信托 他作为委托人 他就规定之后 每个月给他母亲打7万港币的生活费 一是保证了 他母亲有足够的生活费 可以一样贴年 第二又防止了 钱一下全给到他 就全都挥霍殆尽了 不过这个故事里面 有小插曲 就是这个梅妈 她就特别不爽 她觉得一个月7万 对她来讲太少了 一直在打官司 想把信托里的钱拿出来 不过咱刚才也说了 信托定了就定了 天王老子来都没有用 即便没妈 挂进了毕生的精力的打官司 最后倒了没把这个钱拿出来 关于遗产账 巴菲特曾经就说过 The perfect inheritance is enough money so that they feel they can do anything but not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do nothing 一笔恰到好处的遗产 是可以给到子女 让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能做 但是又不能多到 让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用做 老爷子是不是很有智慧 当你是富豪 有巨额资产的时候 其实有的情况下 你一股脑给你的子女或者亲人 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能力 去管理这些资产 所以信托不是不可撤销吗 我放到信托里 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早晚都是你 但是我不能现在全给你 我得让他吸水长流 信托第二个非常常见的应用 就是婚姻财产保护 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莫多克 就是邓文迪的前老公 这老头已经90岁了 一共娶过4个老婆 这是个千亿人民币级别的大富豪地 又有新闻集团 又有影视娱乐资产等等 他当时跟他第二任老婆离婚的时候 被老婆分走了17亿美金 就非常的懊恼 老莫就想了 我之后可能还会离婚 还会结婚 对吧 所以这钱我不能被老婆 我要传给孩子 然后他就设置了信托 受益人就是他的孩子 因为信托很灵活 对吧 他就能设置 他前任的两个妻子的4个孩子 可以享受那些有投票权的股份 跟邓文迪的孩子呢 就只能享受一些财务的受益 说白了 就是他之后的这个集团的生杀大权 还是掌握在前任两个妻子的4个孩子手里 我们最开始不是说吗 这个钱呀 放到信托里 离婚的时候 邓文迪都什么也分不到 邓文迪呢 结婚之后 就算你开天眼 什么东西 你对这都动不了了 所以最后离婚的时候 他就只分了纽约一套房子 和北京一套房子 莫多克这个故事啊 就是活生生的 流水的老魂 铁打的信托 还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例子啊 就是刘强东东哥 他跟奶茶妹妹结婚之前 像刘强东拿着京东20%几的股份 这要万一出点啥事 影响肯定会非常的大 所以啊 在东哥结婚之前 就紧急召开董事会 然后做出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决定 第一个呢 就叫预知工资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就是刘强东 未来十年 每年只有一块钱的基本工资 然后没有奖金 未来十年里 婚后财产就十块钱 即使离婚了呢 奶茶妹妹也就能分五块钱 这故事被传了很多 因为大家觉得很好玩 但实在是背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刘强东 他也建了一个信托 而且东哥这个信托啊 那可不一般 他叫Vista 就是维京群岛的一个信托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我们建一个信托 这个受托人啊 他有一个叫做谨慎投资原则 就是说他要对这里边的钱负责 不能把这个管理钱的权利 再转让给委托人 不然呢 就是委托人 最后他又是委托人 他又能管钱 受益人又是他自己 这还啥信托 那不就是我什么都能管 然后钱还不在我名下 哪有那么美的事 所以这种呢 就是伪信托 但是啊 维京群岛就不一样 他就废除了那套东西 说白了呢 就是委托人 还是能决定谁管这个钱 那也就是说啊 东哥他是有权利去决定说 OK 我先委托我来管这个钱 这样呢 我又是委托人 我又能管钱 我又是受益人 但是呢 这资产就是不在我名下 那离婚你也分不着 对吧 正是因为维京群岛的信托 有这个特殊性 所以非常受国内大老板的欢迎 比如说像阿里的马云 拼多多黄征 美团的王兴啊 都在维京群岛有这么个信托 所以你看 你要是想结婚 想隔离财产 又不想签什么婚前协议 伤感情 你就可以在他搞一个信托 这里边你可以规定 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 我的妻子可以每个月 从这信托里拿走多少钱 但万一我们俩分了 对不起 那已经不是婚姻存续期间了 是不是学了一招 信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就叫隔离财产安全 说白了就是防债主去讨债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想创业 假设我现在已经小有成就了 有点钱 但是呢 我想去再冒一次险 大家知道创业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融资 融资的时候就要签个对赌协议 万一就失败了 那我就有可能是债务累累啊 那对吧 我要拿我之前赚的钱 再去还这个债 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这时候呢 我有个什么办法 我可以搞一个信托 搞不好之前财产都放进去 我们家包括我自己 还我妻儿老小 都是这个信托的受益人 这样情况下呢 就算我新创业的那个项目失败了 但我还可以每个月 从这个信托里边拿钱 这样至少不影响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就起到了隔离财产安全的作用 他说房债主讨债账 玩的最厉害的 非贾跃亭莫属 贾跃亭这个事 他都已经火烧屁股 就债权人都追到家门口了 1718年的时候 就是万人追债 他欠了37.7亿美金 逃去他所有的资产 还有20多亿美金的负债 所以他当时就跑到美国去了 就没有了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2020年5月的时候 就凭借着信托 成功摆脱了20亿美金的负债 他是怎么搞的呢 就在19年10月份的时候 有个叫做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 你看人家债务处理 都要专门有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就发布了一个声明 提出了一个叫做 债权人信托的债务重组方案 然后他们就拿这个提案 去给债权人 就是债主人去看 说白了就是 你们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同意 咱们就按这个来 这个提案我简重要的说 首先就我国内所有的资产 都拿去还债 不过这个事 贾跃亭其实在国内资产 早就被扣下了 这相当于是一句废话 然后重点来了 贾跃亭名下 那些有可能被追溯的资产里边 最大的一块 就是电动汽车法拉第未来的股份 所以债务处理小组 就帮着建立了一个叫做 债权人信托的东西 就把法拉第未来公司的股份 全都包到信托里头了 信托的受益人 就是原来的那帮债主们 然后按贾跃亭的话 说法拉第未来 咋是前途无量 之后都可能要IPO的 你们这帮债权人就赚翻了 然后如果你们接受这个提案 那我跟你们欠的钱 咱就两清了 你们之后也别追着我讨债 当然里边具体的这个结构 就很复杂了 我们就不赘述了 不过你想啊 你站在债权人的角度 不同意呢 好 贾跃亭现在宣布破产 那法院就会把他这些资产 都给清算了 那这法拉第未来肯定也贱卖 你想连年亏损 连个车都没有 就能有个未来 就是一张大饼 我这债肯定也是追不回来了 那如果我同意呢 那我拥有的就是 法拉第未来的未来 也有个愿景啊 所以呢 你说作为债权人 我就两害相权 取其轻微 我就同意了 于是乎半年之后 2020年5月份的时候 这个提案就通过 贾跃亭就成功的 借助着债权人信托 摆脱了20亿美金的负债 当然贾跃亭那些其他操作 我们不做评论 但就单说这个信托 它在中间也起了一个担保的作用 就非常好的 把贾跃亭的财产 和贾跃亭这个债务人 本身给隔离开了 让那些债权人呢 又成了这个信托的收益人 你这不得不说 这个债务重组小组 是内行内行 信托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整天挂嘴边上的 一个作用 就是避税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巨额的赠予税 和遗产税 就是说我这些钱 加收个几千万 我想赠予 或者留给我的孩子 那就要交一笔 大概百分之四五十 巨额的遗产税 或者赠予税 但是你看 我把它放到一个信托里之后 我孩子就跟领工资似的 天天从这个信托里头领钱 那那个税率就会低很多 就一下能避掉一大笔的税 这里头玩的最好 就是特朗普他爸 当年他们有差不多 十亿美金的房地产 他想给他的五个子女 当时税率差不多是55% 换句话说 直接赠予就要付 5.5亿美金的税 这样还是老的啦 他就搞了一个信托 找了一个律师团队里边 还有那个资产评估师 把这个资产的价格 弄到特别特别逼 反正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瞬间省了5亿5 信托还有一个 就是隐私保护的作用 就比如说在海外经厂 比如美国你买一套房子 其实你公共那个网上 是能查出来的 张三某年某月 买了一个房子 花多少钱 全都能查到 所以有些大佬 肯定不想让这些信息 都公之于众 他就可以搞一个信托 然后用信托的名义去买 那这谁也不知道 谁是谁的 就很好地保护了隐私 这个隐私保护 也是很多名人大佬 非常喜欢用信托的一个原因 所以家子听到 有一些消息说 谁信托又怎么样了 这时候你要擦亮眼睛 因为那些信息 正常来讲都是隐秘的 如果不是一些 特别官方的渠道 我们就得判断一下 刚我们讲了这么多 信托的操作 玩法作用如此神奇 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它到底贵不贵 我们普通人 能不能也玩一把 其实是这样的 就一开始你要建这个信托 肯定要有个律师 去弄一大堆法律文件 这个价钱 其实就是没有说贵到超乎想象 差不多在美国 是1000到3000刀 贵主要是贵在管理 你想啊 你得找一个专业的信托公司 作为受托人 来帮你管钱 他们会根据你的意愿 给你量身定制 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案 然后后期还得去执行 那他们工资 你肯定得付 一般来讲 当你的流动资产 达到了100万美金以上 就差不多 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级别 流动资产 包括房产 如果你还有上面的那些需求 你就是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搞一个信托 其实说白了 它也是一种金融创新 把我们达到了一些 之前其他金融产品 没法达到的作用 比如说财产保护 财富传承这些 虽然大家可能现在 不一定能用得上 但是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对吧 以背后用 你腹是手嘴 倒退还挺快 写在协议里头呢 说谨慎投资原则 就是他在 你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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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你跑了